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个玩的话题 就是玩 OK 我们人生只有一辈子 这个辛辛苦苦的一辈子 最后是为了什么 很多人挣了一辈子的钱 最后你像现在武汉一堆瘟疫 这个全中国就锁门 你再有钱 你都出不了门 所以出了门的这些朋友 真的要享受这份自由 要充分的享受这份自由 我们真的就是人生只有一次 真的就这么一回 所有想经历的 想尝试的 想做的事情 都不要留下遗憾 都要去做 这是我放弃小提琴 走向旅游走向世界以后 最大的一个体会 就是你想做什么 哪怕是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都应该去尝试一下 没有什么可怕的 OK 人生只有一次 你喜欢继续尝试 不喜欢 尝一回 下次 不来了 这样就行了 对吧 今天的话题呢 是由我认识了一位新的朋友 这个所引起的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朋友呢 这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位朋友啊 应该是那个 应该是福建那边的人吧 对吧 这个一个英文也不懂 一个英文也不懂 他就来到美国 是三年前 来到美国 来了以后 自己就买了一辆 这个丰田的SUV 就穿遍全中国 然后呢 自己买了房车 在美国赚 很厉害 现在这个人呢 在欧洲 他准备要在欧洲买房车 要周游全欧洲 但是请注意哦 这个人是一个英文也不懂的哦 哈哈 还是懂了 他可以说one two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说three啊 为这个人的勇气啊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这个震惊 以及是鼓舞啊 像我的话英语那么好啊 对吧 全世界那么熟悉啊 我每次出去 我都有点担心 害怕啊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想呢 谈谈我这个 其实好早就有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想法吧 其实呢 这些年 我已经碰到了好多的 中国的朋友啊 包括女性啊 包括年轻的女性 她们都敢自己租一个房车 或者租一个车 全世界都去跑啊 但是呢 由于中国人在欧洲的 某些局限性 他们在欧洲 旅行不是很方便啊 就是说 比如说买车买房啊 买什么东西都比较不方便啊 所以我就想呢 如果我在欧洲去建一个 呃 营地啊 建一个根据地的话啊 真的不是为了赚钱啊 但是为了交朋友啊 就是广交各种 这个情图义和的这样的朋友啊 大家有共同志向的朋友啊 呃 这个 呃 能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交流的地方的话 这样会 生活会很有意思啊 其实去年的这个 其实去年的这个四五月份呢 我在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 其实在某一个国家 我已经看好了一块地啊 这块地呢 你那个公路啊 走近就只有五百米都不到 但是有好像是有那个三四万平方米的土地啊 有三栋房子 非常非常非常的便宜 在欧盟的那个那个 在欧盟区啊 呃 由于我是挪威公民 所以我是有资格 在那个国家 购买土地跟房子的 当时我就在想啊 我买这么大一块地啊 买三栋房子啊 我怎么管 我怎么怎么去经营啊 这个事情怎么去弄啊 当时我就跟本次老师联系 本次老师说 至少这几年我不会去哦 没人给你管的哦 我说我要是在美国买那么大一个地方 我可以交个奔驰老师 我可以放心让他去玩 但是美 但是在欧洲买的怎么办呢 啊 当时那个朋友就跟我提醒了一下 他说你可以在这里其实建一个 这个房车的营地啊 其实房车的营地是 头子是非常非常小的 你不就是要电要水吗 要厕所吗 对吧 要淋浴间吗 其实很多的房子他们自己都有 你就是供电供水就行了啊 你这有个地方 你跟那个公路那么近啊 你就有这么一块地 有这么大一块地方 人家到这里停车 哎 你就可以赚钱 其实当时我听了这个消息 当时我听了这个主意以后呢 真的我不是为了赚钱 为什么呢 我不想再动脑心赚钱了啊 虽然我真的被我那个前太太啊 那个上海这个前太太弄得是一贫如洗啊 现在是倾家当产 现在真的是没有钱了 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再浪费我的人生去挣钱了 我只要做好我自己能做的这一点 我相信我的能力是很多朋友们没有的 我要去辛辛苦苦挣那份钱 挣一辈子把我全部挣掉 也抵不上我的很多的朋友的一个小指头 那何必呢 对吧 他们有的是钱 他们缺的是什么 他们是缺了九个的知识 智慧九个的常识 九个的知识 智慧经历经验 他们缺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加在一起 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好讨厌 这些邻居啊 开这种车真的是真烦死了 所以呢 这位朋友呢 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相信像他这样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啊 中国有一四四亿人啊 一四四亿人一定是有很多成功的人士 最后也像九个一样 悟出来我们的人生只活一辈子啊 我们应该走遍全世界啊 看遍全世界 玩遍全世界的风景跟人们啊 包括全世界的人 我们都要去玩的去啊 男士们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啊 哈哈哈哈 这个 你跟着九个没错的啦 都是一种经历嘛 也算是 对 所以呢 我想呢就是说 如果有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啊 可以一起来玩这个事情的话 我是觉得很好玩啊 我是真的 明年吧 明年啊 就是今年吧 我是觉得今年吧 今年我想把它付诸实实啊 我想今年呢 我怎么再去那一带啊 就是那些国家啊 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地方啊 先自己买一块地啊 然后呢 大家到我这里来 你可以有地方停车啊 你可以有地方洗澡啊 可以吃饭啊 可以大家一起聊天啊 如果我们谈得来的话 我又有时间的话 我也可以陪大家去欧洲各个地方去旅游啊 完了以后 你们不方便 要回国了 你们就把车丢都稳了 你不就完了吗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就是说大家把这个智慧啊 把这个力量啊 合起来啊 就比如说 改这个房车啊 我是一个做小质情的啊 我是一个拉小质情的 我的手在这个方面是非常灵巧的 但是你要我去做那种 木工活啊 这种动作大的这种机器的话 我真的还是不行 这个人做事情啊 呃 关键还是一个兴趣 比如说修小质情 我真的不怕工具多 我自己都做了好多好多的 各种各样的工具 因为我喜欢那个东西 但是我对这个修汽车的这些工具啊 我真的就没有什么兴趣 我都不愿意去寄 有哪些工具是什么 虽然我自己在强迫自己啊 这个天天学一点点修汽车啊 学一点基本常识啊 现在基本上换个油啊什么东西啊 自己已经开始有信心了 还没有换过啊 啊最近刚刚学会 就是请你这个 呃叫做air fit 叫做空气过滤器吧 应该叫啊 这些我开始学会了一点点 但是呢 对汽车还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就想何必要自己就动那么多脑筋去改这个房车呢 有那么多的专家 比如说我结交了这位朋友 他就是一位动手能力非常非常强的朋友啊 他可以把几个车拼成一个车 他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啊 那么就是说我去找他 我给他帮忙啊 他需要帮忙的那些事情 对我来说亲而易主 而如果他帮我的忙 对吧 那我就付点材料费怎么样啊 哪帮付点人工费啊 他帮我做掉我的事情 这个不是就是共同有无的吗 当然他那么有钱的人那么成功的 他不会载货我这么一点点对不对啊 就是说富同有无的话 这个叫三个臭皮墙 臭成一个居如隔量啊 就这么来的 所以呢 我再一次啊 跟大家呼吁啊 有那个想周游全美国 有周游全南美 周游全欧洲 有这样的朋友呢 我们先联系上啊 我们先大家抱成一个团 然后呢 再各自拿出自己的资源 看怎么样可以在一起玩得开心一些 OK 玩 讲穿的就是玩啊 男女老少都可以啊 我们男女老子都可以啊 这个男士可以把红旗插遍全世界 OK 女士们也可以 把红旗被插遍全世界 OK 都可以的啊 都可以玩 就是开开心心的玩吧 真的 我们就是一辈子 哎呀 过去啊 我们在中国啊 已经十年了 太压抑了 太辛苦了 太太委屈自己了 就是说啊 既然出来了 自然自由了啊 你不放开玩一玩啊 就是说 不把不把衣服裤子全脱光啊 不把自己的衣服裤子全脱光 那么痛痛快快玩一次的话 我觉得是 对不起自己一辈子了 真的对不起自己一辈子了啊 所以说该安排的安排好 比如像奔驰老师啊 我的日本的太太啊 那个孩子们啊 都安排好 奔驰老师的安排好啊 把家都安排好 剩下的啊 就是我们自己啊 我现在再讲一下啊 这个 我在台湾碰到的两位女士啊 两位女士 她们是同性恋 她们两生一对 已经在一起十几年了啊 她们也是希望能跟走遍全世界啊 其实像这样的 也是可以的 你在欧洲有一个地方 可以接一带人家 对不对啊 你不要给人家一分钱两分钱 算得那么清楚对吧 人家也是 大家都成功人士啊 也资助了一把 那不是很好吗 互同有无嘛 对吧 你有的分给他 他有的分给你 大家家家朋友 大家就是玩得开心啊 就很好 所以呢 我还是非常的想实行这个愿望 就是在这个欧洲啊 建立一个小小的 我自己的朋友的客栈啊 真的不是为了经验 为了赚钱呢 为了做大啊 有很多人说 哎呀 中国情况那么不好啊 你如果在那些国家开辟一个小中国啊 会有很多人去投奔你啊 你可以在你做一个新兴中国的一个领袖啊 哎 九哥啊 没有那个 呃怎么说呢 没有那个报复啊 九哥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人物啊 不想做得那么伟大 九哥就是一个玩家 就是会玩啊 就是要玩 当然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去玩就可以了 对吧 你不要欺骗人家感情 对不对 就是玩得开心就行啊 我跟奔驰老师合得来呢 呃 其中一点也是 他比较理解我 他比较了解我啊 我该玩我想玩的东西啊 你跟他讲 他都不会 呃 那个那个 这样你不在感情上去欺骗他 他都不会阻挡你啊 你去玩玩开心就是了 说不定他还在给他 说不定他还给你帮忙 是不是啊 这样就是说合得来嘛 对不对 人在一起就是说 互相满足对方的欲望 各种欲望 都要满足嘛 对不对 你这个在一起的话 你何必就是说 弄得那样的对吧 你喜欢的事情 我就支持你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啊 所以说我现在是 当然他没有啊 就是说如果奔驰老师喜欢 不讲不讲那么具体了吧 OK 好 那么就是 今天呢 这个视频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告诉大家 我接见了一位新的朋友啊 这个朋友的网名也很有意思 他叫好奇啊 叫curious 好奇这个名字啊 就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 这个人啊 没有了好奇心啊 就什么都没有了啊 我就是为什么能够生活的这么 枝枝润润 这么有意思呢 就是我的心里充满着好奇心 我对什么东西都非常非常好奇啊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我六十多些人啊 我对世界 对人类的任何事情的好奇心 仍然不解 仍然有那种非常重的这个这个 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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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叫热情 仍然有这种热情啊 就是碰到 事物 或者是人啊 我喜欢上的话 我都会非常非常热情去追求 去赢得啊 就是还是有这种同心吧 好奇心是谁人一种同心 保持这种同心是多么的难得啊 所以呢 我再次号召全世界啊 已经走向自由了的华人 以及还没有走向自由 正向正要走向自由的华人啊 请你们大家跟九国联系啊 我们慢慢的抱成一个小小的团队 我们慢慢的抱成一个小小的团啊 我们来玩遍全世界 ok 有新的进展 有新的想法啊 我都会跟大家汇报 请大家继续紧跟九个玩遍世界的视频 同时希望你成为我们的一员 我们一起来玩 ok 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